你两位 谈了多久 谈了半年了 多久 半年 你就觉得他变了 你就觉得心累了 你们这恋爱谈的 那今天在这干嘛呀 我的诉求主要是想 让他不要像小孩一样 越谈越幼稚 你的呢 他对我态度越来越差了 就是说你觉得他变了吗 你觉得心累了吗 来吧 说说这种感受是怎么来的 这种才半年吗 发生了些什么 我从小就不会做饭 然后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把锅烧漏了 他都说我可爱 然后到后来 他要求我会做饭 然后做饭了呢 他还挑三拣四的 我都不好意思说这个事 这个事是我们一开始 在一块的时候 他把这个锅烧漏 他都没告诉我 因为一开始 就是家里就是我做饭嘛 这个锅怎么不太对劲 那底下就一直躺水 我在拿起来的时候 我看这锅漏 我说不对 我就问他怎么回事 他跟我说 有一天我自己用这个锅烧水 把这个锅烧干了 烧干了之后 然后也没再处理 就把这锅给我烧漏了 主要是我从小没做过饭 然后刚开始 他发现这个事的时候 他还笑着说 宝宝你真牛 觉得我特别可爱 现在学会了吗 现在也没学会 但是我有这份心呢 我努力为他学了 我之前给他做过一次饭 那次是他喝酒了 喝了点多 然后我就记得 他们喝多了 就是吃那个拍黄瓜 做能结点酒 然后我特意也下厨 给他做了一顿 我记得网上 女生给男孩子 第一次做饭 就是都做糊了 男生都会吃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 互相喂那种糊的饭 特别浪漫 然后我就特别用心地 做了一个 细细满满地给他 结果他呢 他连吃都没吃 闻了一下 他就说这是人吃的东西吗 他就这么说我 这就不对了啊 那个不是我不对啊 主持人真的 这个拍黄瓜说实话 这没法吃 真不是给人吃的东西 就我们来之前 就今天早上 还因为这事 还吵了一架 他就觉得自己有礼 做那东西好 我就觉得那东西吃不下去 然后今天 我让他复刻了一个 我说你要觉得你行 你做一个 咱今天拿节目组来 让人看一看是吧 来 我们看看 怎么了 这东西咱都不用尝 闻一下就行 没问题啊 挺好的呀 真的挺好的 我没有说瞎话 我知道我做的技术 肯定不太行 挺好的呀 我从来没吃过 醋汁 胡椒 还有什么 还有盐 哪有拍黄瓜里 放黑胡椒的呀 挺好的呀 你确实没有那个 吃美食的那个嘴 你们闻一下挺好的 我一闻我就觉得 是我喜欢那一口 挺好的呀 因为本来我是一个 不怎么吃醋的一个人 我不喜欢吃酸的 那你不能说 这不是给人吃的呀 然后他就把这里边 他知道我不吃这个东西 然后拍黄瓜里 把这个黄瓜泡醋里边 腌的黄瓜 我们一般拌黄瓜都用醋腌啊 我这一闻 我当时我就受不了了 行行行 那这个不用 拌黄瓜不都用醋 但是我的拍黄瓜 和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你说说你的拍黄瓜 我们听听 我是辣椒粉 然后白芝麻 然后还有这个干辣椒 淋热油 然后撒上去就完事 下点黄瓜就完事了 没有调料吗 这就是调料啊 我们投票两个拍黄瓜的菜单啊 菜单A 醋 盐 胡椒 这是菜单A 菜单B的拍黄瓜是 白芝麻 辣椒油 淋不加盐 你们投票 菜单A 还是菜单B 话而言之我们都挺你 你男朋友的味觉 确实跟我们不太一样 我知道他那天 可能是喝多了 闻着那个醋味 他就有点干呕 但是今天你没喝多 那我就想让你夸夸我 那我明明是 我不吃这个醋这个东西 他如果是实在不吃醋 不吃某一味调料 对他来说 当然是个灾难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我第一次做饭 我人生第一次 给喜欢的男孩子做饭 哎呦我快别说了 那你走不至于这么说 你爹给你养这么大 你给你爹办过一个黄瓜吗 真的 对你们这些女生 我听起来我都烦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做过饭 我给他做了 他还不那个什么 别再做了呗 学会了自己吃呗 做给疼爱自己的人吃嘛 非要找一个 欣赏不来你的人吃 你还在那儿诉苦 这就叫不会做饭 其实不会做饭吧 我让他学 其实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有的时候 如果说我不能给他做饭的时候 那最起码别天天吃外卖呀 只要我不做饭 就是点外卖 嗯 那你可以耐心一点教我呀 你不至于说话这么难听吧 我教了呀 怎么没教啊 我教你的还少吗 我连着教了 他半个月一日三三 从早三到晚三 全教了 你那哪算教的呀 那他呢 就站我后边看着我 不看着郭 他不是这样的 是他给我做饭 然后我觉得他给我做饭的 那个侧脸特别帅 然后我就一直在拍照 一直在拍他 然后他可能因为我一直在学 但是其实我一直在拍照 然后后来 锅里放油的时候 我看那个油崩得太吓人 我就往外跑 然后他就说我 那油都崩到我身上了 你都不知道抱抱我 你还在那说我 油崩出来 那你说拿锅盖盖上了 那我不是害怕吗 每一次我在做这种事的时候 我都让他看着 油往处崩 劈里啪啦响的时候 我就把这盖给他扣上了 看了半个月 效仿还效仿不出来吗 那你也不能这么说我 你对我态度就是变了 就做饭这点事 我就态度就变了 矫情成这样 他给你做过最好吃的有吗 最好吃的就是那面 然后吃食物中毒了 什么面会中毒 煮的面条 水煮面条 然后给我整食物中毒了 这是为什么呀 那个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天是我是因为感冒 然后这个身上没有劲嘛 在床上躺着 然后还有点饿 有点饿然后看这个外卖 我说这实在不行 外卖时间太长了 送了七八十分钟 然后他说那我给你做吧 整这个面条 然后跟我说这面条过期了 过期了我说那应该没事吧 你不放那个料包就行 那方便面那东西过期了还能怎么样呢 煮了 白水煮面条 然后用这个火锅底料 火锅底料也是过期的 给我拌一块了 我当时我还觉得挺好吃 吃完了都没到一个小时 这个毒性就发作了 我本来就起不来那天 就感冒很难受很难受 还得拉着动 我当时是太着急 我没看那个料包的保质期 我太着急想让你赶紧吃上一口面 其实我感觉女生 她本来女人应该比男人细心呢 知道为什么过期的东西 你面告诉我过期了 那料包你不检查一下吗 行 这事咱们就不说了 但是还是有满满的爱 至少女生是关心你的嘛 还是爱你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我感觉 喜欢对吧 就这么做饭 我还不如让她就是彻底不会做的 这一次食物中毒 那下一次不一定是什么 接着说还有什么问题 就是吃 叫吃不到一起 对吧 还有啥 他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啥意思 他那次给别人转账 然后我问他是谁 然后他都不让我看 把手机还锁平了 他平时都不给我转账 他怀疑我的不是说给别人转账 他是总怀疑我在外边 有对不起他的事 就这个我就贼不理解 我天天都是围着他转 然后怀疑我这 怀疑我那 那个转账那事是怎么回事呢 领着他去这个玩具店 去买那些小玩偶 他也没结账就走了 我也没结账就走了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玩具店是朋友嘛 人家说这个到月底了 人家需要这个核算这个账目 然后让我把钱给人转过去 那很正常嘛 我把钱就给人转了 转了他就觉得 我这有对不起的事了 在外边这个 好像有人一样 给人家转生活费似的 那一五百块钱给人转 那叫什么生活费啊 那这么小件事 你就告诉我不就好了 你至于像隐瞒我一样吗 那我觉得这个事 我没有必要告诉他 你说给他买东西 然后还得告诉他多少钱 好像我多小心眼似的 我也不是无故怀疑你啊 之前我在他手机里看到他 潜扭的照片 他还点心了 还收藏了呢 我从来我就没有说 清理这个手机里的 这些东西的这个习惯 那都已经几年前的事了 那照片都我特别往下了 就非要说 这个是我是故意留着的 然后特意保存的 又怎么又收藏的 那后来他让我删 我是不是删了 我觉得你得追究我 就是有事不直接说事 那天发现事了之后啊 就往那一待 不说话了 然后把头埋起来 也不让我看 那你明明都知道 我因为这个事而不开心 那你就直接删了不就好了 那你还非得 那你为什么当时 不直接说你的诉求呢 他现在删没删啊姑娘 那天我都哭了 让我让他删 他才删的 你让他删了不就得了吗 对啊 他不直接说他的诉求 这样我得是猜他的想法 我上哪能猜到去啊 那你还说懂我呢 这个你都想不到吗 你一天八百个想法 我怎么懂你 男生看来这个恋爱 谈得已经谈得很急躁了 你手上戴的是什么呀 我手上 这个不是总说 这个不在乎他吗 这个东西我就没摘过 除了洗澡就没摘过 就他那个绑头发用的 就是现在还需要绑头发来说 这是我的男人 宣誓主权的 对 行 行 行 这个感觉这姑娘 好像这个在恋爱当中 就变得特别小 有这感觉和感受吗 他本来他也是 一开始吧 跟我还是装成熟 但是后来我发现 好像真是 越谈越幼稚 咱说都快三十的人了 没有没有 只有二十六 是不是得考虑 这个下一步往后的事 那你这个越往下 越成长 这年龄越大 然后这个心里头越幼稚 你这往后怎么办啊 我这不是和你在一起 就想做一个小女人吗 那我平时在外面 也很成熟的 我就是喜欢被你照顾的感觉 我在外边 本来我就是老师 我这个面对的就是孩子 然后回家呢 面对一个又面对一个孩子 那每天这个劲儿就泄不下来了 其实真挺累的 到家我也想放松放松 但是到家之后又是一个小孩 他的小孩举动有哪些啊 小孩举动 我都不太好意思说 比如说在商场的时候 就也可能像是宣誓主权嘛 有的时候就是宝宝亲切 宝宝宝宝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不是那么太好 得注意点影响嘛 但是他态度就是和之前不一样了 我记得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当时我们视频 然后我跟他说 我家里特别乱 我还是不给你拍了吧 然后他就说 哎呀 女孩子家里乱一点正常呀 哪有女孩子家里不乱呢 就是因为乱 才需要我们这些男人做家务嘛 然后结果后来呢 结果后来 就是有一次他来我家接我 然后看到我那个沙发上 衣服可能堆的比较多 然后他就说 你这是猪我吧 他就这么说我 说话特别的难听 我一开始可不是这样 我一开始看着那东西多吧 就是他跟我说比较乱 我以为只是这个女人的东西 衣服多 那也正常 我没想到是什么样啊 啥呀 这个来的时候 我有这个照片 您看看 就堆成这样啊 这只是一天的 就是每天出门 这一次换衣服就这样 还好吧 那我和你约会 那女孩子本来就爱美 我都穿几样衣服怎么了呀 这一开始 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还给他叠一叠 我发现我每一次 去找他的时候 都是这样 可能比这个还要恶劣一点 我说你这不是成习惯了吗 那你要不会叠好 我教你怎么叠 我教完了之后 还是不叠 还给我往那一堆 左一块扇 右一块扇 你要考虑到以后 两个人成家结婚 我回家 到家一看 这屋里边一片狼藉 不是 你想多了 我什么想法 你想多了 还没到结婚那一步呢 孩子 想多了 想多了 就是女生不会收拾屋子 是吧 我之前偶尔会收拾 跟他在一起收拾的比较少 但他谁收拾呢 他收拾 所以男生说谈的心累吗 还有啥让你心累的小子 就是像他有的时候浪费 就是比如说拿这个零食说吧 家里有俩零食车 给他铺的满满腾腾 买完了之后不吃往那一放 放过期了 哎呀不行了 过期了我得扔了 不是你买的什么零食啊 就是像一些 他吃的那些小玩意儿 我也不知道是啥具体 因为每一次吧 都是我俩去上事 然后他挑 挑完了之后往车里一装 我就负责结个账就完事了 嗯 都是些什么零食啊 都是一些 那个薯片什么的 我有一个照片 可以给他 我们看一下 他之前还拍过 就是买一次 他铺满一次这小车 这俩小车 铺满一次两千多 嗯 然后你就扔了 就扔了 那不也是钱吗 是是是 我是不舍得吃 我想和他一起吃 就是一起两个人吃零食 看着剧那样特别浪满 我是没舍得吃 想等他一起 哦 然后他就说我败家 我是真不吃零食 好 他觉得你没长大 其实他要求的女朋友是 会干点家务 对吧 就是 能有一些分担 对 对吧 你觉得他变了 还有什么变了呀 他对我的态度也不好 我俩有的时候 说点事情 动着他就瞪眼着 然后他就 说话声音特别大 他就凶我 他之前就特别温柔 哦 这是为啥呀 我觉得就是我一个 耐心被磨没了嘛 教他一次两次 你能教他十次八次吗 哎呀 就教个做饭 你就可以不教 让自己学不去玩了吗 不一定非要是做饭嘛 还有啥事啊 还有 他之前给我买水果 他都会给我切成块 就是像苹果 橡胶草莓 都会一块一块的 用牙签弄着去吃 然后后来呢 就变成整个的了 再后来就没有了 哎 后来可不是没有了啊 他一开始给他切块 为什么要切块 我说你晚上想想 这水果想怎么吃 嗯 说想吃水果捞 那东西那不就是切块 然后往里加酸奶吗 嗯 再往后问 哎 就是这个我想吃 比如说吃草莓 啊 吃车里子 那就直接洗了呗 是吧 洗完给他了 再往后他说 他没了那段时间 是什么样啊 就像近期就是 每天也都给他买 买完了之后 我说你晚上想不想吃啊 不想吃 那你不想吃 我洗他干嘛 洗完之后呢 坏得更快 那我喜欢的是 你宠爱我的过程呀 那喜不喜序 你的事吃不吃是我的事呀 你这个你这个叫什么 浪漫至死不渝的怎么 这日子不过了吗 哈哈哈 今天女生来干嘛 我希望他态度能好一点 哦 分手可以吗 他要给你分手 你接受吗 不接受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 我希望他能成熟一点 因为的确两个人 是想往着这个以后去发展 不是你就直接说 你累了吗 你哄不了了吗 你不愿意哄了吗 你直接告诉他 你说我不想哄你了 过家家已经过了半年了 不能再这么过家家了 我要回归到生活里了 嗯 不符合我的要求 如果说 只是想分手的话 就今天也不会来这 不分手是吧 嗯 也希望他能成熟一点 以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 这是算最宠溺的一个男朋友吗 嗯 你以前跟男朋友的相处过程当中 也是这样的吗 嗯 你会做事情吗 几乎都不做 所以他们当时分手 给到你的理由是什么 嗯 那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都是男的出轨了 哦 所以你会看他的手机是吧 他就怀疑我出轨 啊 每天怀疑我出轨 嗯 他担心嘛 他喜欢嘛 刚才我一说 如果他跟你分手 我看你那个情绪就已经控制不住了是吗 你你不能没有他是吗 行了 我这个我这捅了马蜂窝了 经常这样吗 肯定经常这样 我这随身都携带嘛 行 大家都看着 你别丢脸了 现在能体会到男生说为什么累了 他自己说我像带了一个小朋友 提前做爹的感觉也挺好吧 那不能这样 以后那家里我还能俩孩子吗 啊 还有生仨的呢 也无所谓 是不是 好了 老师们已经听明白了 那应该怎么办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们俩一个愁死我了 真的咋办呢 就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是吗 什么不收拾家 就是为了留给我们怎么说那句话 什么让就是为了给我们这些男人去 给你们收拾 就这话你听着你不觉得 他就是一句骗人的话吗 你没有判断能力吗 所以姑娘 你如果不成长的话 不去想想自己在恋爱当中身上的问题的话 你遇不到任何一段好的感情 没有人会像你爸那样 把你从小捧在手心 呵护你长大 那真的是可以为你做任何事的男人 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爸 再没有一个男人能够做到那个样子 他装也只能装一段时间而已 第二点我要跟你说的是 我们变好 我们向阳而生 我们变得积极努力 是为了我们自己 是为了让我们自己 以后能够过更好的日子 而不是说为了某个男人 某个男人可以是我们的动力 但绝不是目的 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的话 一直都要依附一个男人而活 没有这个男人就活不下去 没有这个男人就过不了的话 那你永远都会被抛弃 你永远都会遇到出轨的男人 另外我跟男生也要说的是什么呢 咱如果做不到细水长流的话 咱们就一开始的时候 不要承诺太多 你到现在半年 你把它闪成这样 你说怎么办呢 水果都切成框 味道嘴里 我觉得爱情一开始的时候 是可以炙热 但是也要有个度 你照顾它 不能像照顾残疾人一样 如果那样的话 你只会把它带到沟里 让它进入一个深渊 无法自拔 最后你拍拍屁股走人了 那怎么办呢 行不就这些忠告吧 谢谢老师 我怎么觉得男生 你就是喜欢他这样 你就是喜欢一个小女生 恋爱呢 你这个特严 我怎么看也没看出来有多帅 就全世界就是我男朋友了 我就扮着皇冠男痴 我也是为了照顾他 我要把我所有的爱都给他 你不就喜欢这个吗 你现在又嫌人家 什么都不干了 满脑都是你了 我倒是觉得男生 你好好思考一下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女生 他没有变 人家从头到尾就这样 就是一个想 让自己男朋友很爱他 就是自己什么都不愿意做 想做一个小宝宝的女孩 人家没变 你看上他的就是这一点 如果他是一个独立的 自强的 什么都可以干的 只是把你当成生活中的 一抹亮色的那个女生 你会选他吗 你不会啊 那既然你的选择就是找一个娇滴滴 你得哄着 伺候着 照顾着 然后满脑子都是你的这样一个小女生 你今天来嫌弃什么吗 但是一开始并不是这样 你拉倒吧 你这么聪明 一看不出来他是什么人 所以我跟你说的其实特别简单 固然他如果跟你不成长 对他没好处 但是你如果心中 我喜欢的就是某一种类型的女生 如果我最初就是因为这个和他在一起 请你终于出心 你现在就是又选了人家当初恋爱脑 现在又嫌弃人家不成长 所以他更明白了 他现在更晕了 不知道生活何去何从 所以如果你今天确定不喜欢他 你就别出来 如果你觉得就喜欢他这份娇滴滴 你就守着你的初心 女生你害怕他离开你吗 一说害怕就哭了 但我告诉你他真的快走了 他不喜欢你了 怕不怕 你知道为什么以前男朋友出轨吗 都是觉得 刚开始喜欢你这份娇滴滴 后边他们让了 也想别人宠他们 所以跟别的女生好 他也快了 真的 一个女生想让自己身上始终散发光芒 那只有一个方法 让自己变得更好啊 你泛泛烧糊了 离开他自己就过不了 一说人家要走 你就哭哭啼啼 那谁会把你捧在手心啊 没有人 所以你真的要成长 否则你永远是被抛弃的那一根 所以先找自己再恋爱吧 好吗 谢谢 你希望一个爱你的人娶你吗 那你觉得男人为什么要结婚 两个人一起生活 那这个生活是更好的生活呢 还是更差的生活呢 更好的生活 那你觉得你和他在一起 他的生活是变得更好了呢 还是变得更差了呢 你觉得你和他结婚之后 再生了孩子之后 他的生活是变好了呢 还是变差了呢 我跟你讲这个的意思啊 很简单 就是你现在正处于什么 处于一个男人 从爱你到娶你的转变点 这个男人啊 他是喜欢你 确实喜欢你 他真的是考虑要娶你 正因为考虑要娶你 才有今天这一出 所有的男生在爱你的时候 他是不理性 他是感性的 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什么都可以为你做 为什么 因为他不考虑将来 他哪怕跟你说了一万句 我将来要跟你结婚 我要娶你 他其实没有真的想过 他什么时候真的想 他真的想要跟你结婚 娶你的时候 突然之间他就变理性了 哎呀这个生活过不下去 没人做饭怎么办 我一个人做饭怎么行啊 没人打扫家务怎么办 这个时候他开始抱怨了 变理性了 这个时候是真的想娶你 是第一次考虑到未来 所以他第一次考虑到未来了 于是开始嫌弃你 所有作的姑娘 各种各样事儿的姑娘 被人嫌弃都来自于 这个中间的转变点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你对自己在家庭婚姻当中的定位是什么 你叫全职爱人 你在这段婚姻或者爱情当中 你是不干任何事儿的 我就全心全意谈恋爱 全心全意来给你浪漫 让你感受到我有多爱你 全心全意让你感受到你去照顾一个爱人的感觉是什么 这是你的定位 可问题是有什么样的男人结婚是为了找一个全职爱人的 可能是有的 但目前来看应该不是他 还有今天 有你责任 这半年你把他宠得也够呛 就这样 姑娘 你凭什么要求一个人从开始到后来来这样宠你呢 我每一个人对于自己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要有点自知之明 我不是贬低你的意思 我是需要你看清楚自己的价值 和看清楚自己未来该走什么样的路 靠撒娇 靠卖宠 这样的路不适合你 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一定的生存技能 这也是现代女性在接受教育 现代女性拥有各种权利之后也应该履行的义务 这个义务就叫做我有起码养活自己的能力 我有起码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体体面面 紧紧有条的能力 刚刚从你上台了以后 我就感叹了几次跟陆琪老师说 我说怎么女人一谈了恋爱成这样 为什么我用了一个前缀叫做一谈了恋爱成这样 是因为我认为你不谈恋爱的时候是个好姑娘 你不谈恋爱的时候 你人生有趣有担当成熟 能够独立的面对一切 能够让父母放心 一个靠谱的社会职业人等等 但是怎么一谈恋爱 你就退行成了一个三岁的儿童 说实话我们家是有两个女儿的 我们家的老小都已经三岁多了 她还跟我那样撒娇卖萌 我都有时候觉得够了够了 你又不是个小婴儿 我对我孩子的耐心都超不过三年 你凭什么要求你的男朋友 对你撒娇的耐心要超过六个月呀 撒娇你可以当成生活里头 他的那个白芝麻 偶尔来一点点就行了 你炖炖啥都没有吃 有白芝麻 这饭你也不吃啊 其他的对于你没有啥好说的 你遇到了这么一姑娘 算是你的福气 她就像养熟了她前几任 男朋友的自信心 男朋友都走了以后一样 就看你是哪种人了 为什么她老遭遇劈腿啊 因为她用她的痴痴的爱 让男人觉得我有最优秀的侧颜 我有最优秀的做饭厨艺 我整个人是世界上最风流铁躺 玉树临风的男人 他就用她痴痴的爱 养肥了你的自信心 你们错误地以为 我真的可以去驰骋情场 征服下一个好姑娘 于是伤害了她 奔向了遥不可及的远方 这可能是一个好姑娘 就像你刚认识她的时候 她不是现在的样子一样 你需要帮她找回过去的她自己的 而你自个儿也需要在她的 这一种恋爱脑的强力吹捧之下 弄弄清楚哪些是真实的我 哪些只是因为她太爱我了 所以给我度了一层记忆 好 谢谢米娜老师啊 过好自己的生活 撒娇那个就是生活里面的小佐料 咱们正常地去恋爱 好吗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能成熟点吗 我可以成熟点 我可以改 你能态度对我好点吗 但要考虑以后啊 我们不能说 像刚才老师说的 只想着 风花雪月 我们也要有柴米油盐 我们最终的归宿就是柴米油盐 当然如果那个人不是我 我也没什么办法 我希望你可以多鼓励鼓励我 我可以去变成熟 但是你要对我态度好一点 不然我怎么又能有勇气 去坚持和你走下去呢 我也可以鼓励你 但是 希望你也能往好的方向上发展 能做到了 还是有点难度 哎哟 多焦虑啊 变好是为了给自己变好啊 对吧 付出是我心甘情愿的付出啊 这怎么都变成了交换的筹码了 你们要这样还是别往一起走了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预测预测预测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肯定还会出来 我觉得也双出 看看他们自己怎么选择 来请开门 再吧应该都 别拿着个劲 行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加油吧 一起努力好好生活 谢谢两位 请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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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